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剑圣无音众 最早是在天外剑圣物中有被提到 而后在天地劫神魔自尊传中登场 神魔自尊传的故事中有提到 剑圣原为天界的无曲心 因某些事情被扁下凡间 而鹰剑萍急杀持有之后 最后剑圣将破魔剑法与御剑心法 传于鹰剑萍 再由鹰剑萍流传于人间诸法剑派 剑圣天赋的部分 那五弱攻击都会造成伤害之后 可以对目标施加魂創的状态 那这个魂創状态持续两回合 那这个魂創的buff呢 是debuff是物攻减5% 那上限是三层 是不可驱伤不可免疫的 那自身跟召唤物呢 对膝带魂創的敌人造成伤害 那这个伤害是每一层会10%加10% 那最高是30% 主动攻击呢 主动造成伤害呢 可以在目标附近召唤一个剑魂 那这个剑魂 后面会有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剑魂的那个技能 好那间隔一回合会出发 那剑魂的物攻跟法攻是继承 召唤属性的50% 其他的属性是继承召唤者对应的88% 也就是说这个剑魂的能力 攻击其实不会很强啦 那他最主要 他召唤出来的剑魂是御风 那可以拿宝物 或是挡敌人的鹿 都还蛮好用的 然后再来是剑魂可以跟 剑圣护换位置 然后剑魂又被动可以施加魂创的 的那个debuff 好OK 五内的部分 那五内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先走中马 对不对 先走中 那我们可以把上路40等 点到这个无极天光跟下路的这个玉天 都点到 这样就好了 如果如果如果 如果你的营运石是不够 不太够了 就是上下40等到这里 无极天光跟玉天 拿到这两个技能 中间走满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说 你要打bvp 那就是上路全开啦 那你只是打剧情的话 我是觉得 把无极天光跟玉天 点开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那五方飞机 就不用特别介绍 那叙事 移动力加1 那 蜂魔圣耀 蜂魔圣耀的话 是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0.5倍的伤害 那这个呢 是假设敌人有三个魂创 那他可以变成风作状态 变成风作状态 可以持续一个一个回合 那在三格之内展开圣耀领域 可以持续两回合 那圣耀是指说 范围内的敌人行动结束时 可以获得魂创 也就是说 他直接会 加那个魂创状态到敌人身上 他持续两回合 然后并恢复施加者30%的最佳气血 不可去创 不过这招我比较少用 比较少用 好 那再来剑胜有阵法 那这个阵法呢 是要上这两个光属性引你就可以了 那 后面不一样的地方是 目标如果没有携带友谊状态的话 对战中的伤害提高15% 所以 我觉得还不错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但是剑胜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工具人 因为他有很多 可以将 因为他有魂创 可以施加他敌人魂创的效果 所以我就把他定义成工具人 好 在上路这一招 无极天光 他是可以 那个 转换技能 也就是说放完之后可以换到 那个 呃 那个 生 那个 悟空 悟空生命 好 所以一开始无极天光是范围剂 是造成范围剂0.5倍的伤害 那施加他两层魂创 那使用之后切换成悟空生命 那武功上面是攻击当的敌人造成1.5倍的伤害 那对战之后呢 消耗目标的吸盖魂创的效果 呃状态 恢复自身 和剑魂的气血 那每一层呢 可以提供蘇士索的武功的1.3倍 那 在使用完之后便是无极天光 好 OK 然后 对 就这样子 好 那 再来是天剑圣柴 就是大招 那这大招是不用耗费气力的 那这招 是 单体攻击 造成1.5倍的伤害 然后对战之前呢 驱散目标两个友谊状态 因为 刚好可以搭阵法嘛 搭阵法 目标没有吸带友谊状态的话 对战中可以伤害提高15% 那这是对战前驱散两个 友谊状态 OK 然后对战后呢 消耗目标携带魂状态 每一层会造成0.1倍的物理伤害 OK 也就是说 最好是把敌人跌到三层魂状态之后呢 再放天剑圣灾 伤害会 比较高 OK 我是这样子打 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技能的部分 技能搭配的部分 好 那技能搭配的部分呢 呃 如果你是追求这个输出 把剑圣当作输出的话 就是带五方飞剑 先剑圣踩 还有 呃 被动带一个玉天 或者是叙事 这两个都可以啦 这两个都可以 好 我自己 大部分会带玉天 我大部分会带玉天 那这是单体输出剂 我觉得还满不错用的 我个人满常这样子带了 好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是无极天光 加这个 福利奇谋 那福利奇谋 可以降低这个 敌人这个疲弱的效果 所以才会讲 讲这件事是工具的 因为他有很 他有福利奇谋 跟魂创 都可以降人家的那个攻击 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用的 好 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加叙事 或者是 玉天 看你们啦 因为如果你是带无极天光的话 我是建议就是不要带玉天 因为无极天光 是有招式 有弹底技 但是就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这样带的话 我会带无极天光叙事 跟福利奇谋 如果当完全的工具人的话 因为无极天光呢 无极天光它可以 直接施加两层的魂创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 会召唤剑魂出来 那剑魂的被动 只要在敌人旁边休息 就可以再施加一层魂创状态 也就是说一回合可以 叠满三层魂创状态 这样大家听得懂 好 所以就是标准工具人吧 因为叠到三层魂创了 然后 你 剪掉15%物攻 然后又有福利奇谋 这样你加20%的物攻 就是攻击的 我们攻击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 好 好 那另外一个是 无极天光 加 风魔圣耀 加叙事 那 这个的话一样嘛 因为有带5G天光 再搭配 剑魂就可以马上叠三层魂创效果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第二回合 打出风咒的效果 因为 风魔圣耀 他有说 目标要吸带三层魂创效果的话 他可以转化成风咒狀態 就是 马上 马上就可以 第二回合就可以风咒了 但是你剑身不要死掉 OK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这个我也是 比较偏向工具人的这个技能带法 好 那 以上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技能搭配的部分 那 还是要看各位玩家遇到关卡 去做 决定 好 好 嗯 这个剑魂的效果呢 是要对目标 主动造成伤害 所以 就会召唤这个 剑魂 那 普通关卡造成伤害的话 也是对目标施加魂创 但是你的招式 是没有办法施加魂创的 只有一些特定的招式才会施加魂创 像 无极天光 无极天光 才会施加两层魂创的 狀態 那 魂创最多最多 是三层 上限三层 也就是说你想要一回合 那敌人有三层的这个魂创效果 就是用无极天光放完之后 剑魂会跑出来 OK 然后剑魂跑出来 他的被动 他的被动是行动结束之后 会对 两个内的敌人造成魂创的效果 好 这样子就有三层了 好我们示范一次 好 无极天光先放 好 像敌人 已经有 这个 两层的 两层的魂创效果 好 好这个时候 再搭配剑魂的魂科 好魂科 行动结束 对两个内的敌方 施加魂创的状态 那当然啦 这个剑魂如果死掉之后呢 也会 施加这个 魂创状态 好 那另外一个是敌对之一 造成这个 范围戟 那是驱散 敌人的这个犹豫状态 那另外一个是逆转秦坤 跟剑圣交换位置 而可以可以驱散 剑圣的两个有害状态 不过因为剑圣呢 他是俠客 OK 那剑魂是御风 那剑魂刚好又可以飞 所以他可以站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水面上 然后这个时候 你硬转秦坤呢 是没办法跟剑圣换的 因为剑圣没办法站在水上面 好 好 那另外一个 所以 所以说 你一定要站在一个 剑圣可以站的位置 你才能换位置 OK 这样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啦 好 那这个效果呢 通常就是 你在剑圣在进敌方 里面 输出完之后 你危险了 剑圣有点危险 你可以弄 把剑魂叫出来之后 放逆转秦坤 好 或换位置 OK 我觉得还不错用啦 或是吸引怪物 或是 就是 打窗命之后呢 这个剑魂可以去 那个 吃那个 窗命的 单体技能 也是蛮好用的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禁魂休息 好 因为魂克的效果发动了 也就是说 会施加魂创效果 那敌人 在这一个回合 一回合内 就点满三层的魂创效果了 那为什么 要快速点满魂创的效果呢 是因为 像 五英众呢 他有一招 天剑圣财 好 攻击那个敌人造成1.5倍的伤害 假设这个敌人身上 有魂创的效果 那每一层会造成0.1倍的伤害 那最高是三层 也就是说 这样子 可以提高 额外提高0.3倍的物攻伤害 其实还蛮 还蛮 还蛮不错的啦 然后这个魂创效果 又可以 所以 把敌人 的物攻减了5% 也就是最高可以减到15% 假设你这个 剑圣身上 又带一些 额 降攻的饰品 那其实 对 我方人员去进攻BOSS的话 其实是 压力会非常小的 会很好 算是 还蛮好打的啦 所以 剑圣对我来说 还蛮 蛮工具人的喔 我自己是把他当工具人来用啦 其实还不错 好 那魂水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比较常带裸鬼啦 那裸鬼就三枚伤害提升10% 左中攻击对战中免伤提高10% 那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是把剑圣 完完全全当做一个工具人 不需要剑圣的输出 带做士兵 好不好 就带做士兵 直接免伤提升4% 那我自己比较常带裸鬼 因为我希望他可以 帮我降低物攻 然后又可以帮我造成 造成一些输出 所以我通常会 会这样子带啊 我比较常带裸鬼 好 好 那飾品的部分呢 头部可以带这个太初华金层 那他可以施加乱神 乱神头啦 伤害可以减到28% 然后你看 又有福利奇谋 又有魂创 你看这个伤害 直接 直接降低超级多 好 不过你也要有太初华金层 好 那另外一个 也是可以带虚损头啦 就是太初华金 煙这个 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 这个我也觉得可以 反正你就是可以 减人家的debuff 就尽量给健身带 好不好 好 因为视频都 都是很随性的啦 那 衣佐的部分呢 我自己 可以 我自己觉得 可以带这个 凌月配款啦 煙 那 可是因为 假设你就带福利奇魔 那其实就 不需要带这个 你可以带天雄剑印 但是因为 天雄剑印呢 应该很难合 好 应该超级难合 不过 他是乱神-伤害-20 假设你已经有 这个 太初华金层了 那其实就是 对 就是 你自己继续搭配啦 好不好 好 自己去搭配 好 不过这个 有乱神的效果 越多当然是越好啦 但是通常 我自己的话 因为天雄剑印真的 我真的合不到 所以 我大部分都带 太初华金啦 那带太初华金 其实也是够的 那 假设你真的把 健身当工具人的话 健身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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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御力就要高一点 所以带坐死兵 其实 真的蛮适合的 我自己觉得蛮适合的 好 那另外一个 腰部的部分 是持行普度 那 这个就是法防 加5% 接加5% 遭受原权攻击 而对战之前呢 缺散自身一个 有害状态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不过就是 我觉得都可以 都随意啦 因为很严格说 一定要带什么 那首部的话 应该是俠客嘛 所以 给健身带 带幽度王旗 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或者是说 带这个 射手灵界 烟 那气血加8% 主动攻击对象中呢 就是自身物攻 提高15% 对 那 就是 如果没有幽度王旗 你可以带射手灵界 我觉得也不错 射手灵界系列 都还可以 反正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这个 头四 头四这个 其实你有太多划钱 我觉得就OK了 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这样就OK了 好 那 以上就是这个 这一次的 剑圣技能的 介绍 点法 那 请供参考 王法有非常多种 我的 我的想法不见得适合你 那 可以带去多加 多加尝试 尝试啊 那另外跟大家介绍就是 这张图片啊 是 幻生节当中 五音证的这个 人物的图像 我就觉得蛮帅的 好 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 手游版本的呢 还是 幻生节版本的呢 对 好啦 那 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讲错了 或是 有更多的想法 都可以换一下 底下留言 互相讨论 理性的讨论 好不好 那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按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 还有Disco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大家晚安 拜拜